- 大家好,今天要來拆妝脫前貓存錢筒 還沒訂閱的朋友,請到右下角按下訂閱 我們準備開始囉 首先你要準備一隻小隻獅子起子 我們翻到存錢筒背後會有四個螺絲孔 其中一個螺絲孔藏在電池盒裡面 我們就先把螺絲鬆開來 開完之後白色的盒子往上拉一下 這個存錢筒就可以拆起來了咯 我看到裡面領錢少少的都拿去打台了 你們看到紅黑著兩條電線 就是截直流電道馬達根基板 旁邊還有一個鋒鳴器 綠色這塊就是控制機板 我們按下按鈕時候 這一顆馬達就會旋轉 然後蓋子會打開 那的手會伸出來 把錢拿收到盒子裡 這旁邊就是它的機構 它設計的原理 就是這個塑膠機構 塑膠機構它裡面設計 會開的蓋子手會伸出來 機構會旋轉 利用馬達的旋轉力 把錢收到這一個盒子 這就是所謂的機械動作原理 就是這樣簡單的設計 我們再插上電池試試看它的動作 它機板碗旁邊有一個白色小按鈕 我們用十字起子戳一下試看看 怎麼不會動 該不會被我拆壞了吧 阿?對了 底座還有一個開關要打開 好的 我們再試試看 這就是它的機械動作 有心想要學的朋友 可以自己拆起來玩玩看 這個難度沒有像之前的影片 拆點風扇那麼困難 我好像看到有留言說把它拆壞掉了 真實悲劇 那我們看上面的蓋子 上面的蓋子就是一個貓的頭 跟一顆暗鈕設計在這上面 哈哈哈哈太棒了 這個貓咪存錢筒的秘密 都被我看光光了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存錢筒裝回去了 貓的頭在左邊呢 把我們的貓的手在右邊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輕輕放進去就可以了 接下來抵做這兩隻白白的長腳 對著上面那兩個缺口放上去就行 然後我們把這四個的尖端 PT tinham 抵 quando 換 放進去 張 怕 енс 然後我們把這四個螺絲鎖上去 電池再放進去 我會放兩個10元跟一個50元當作最後測試 大家覺得是不是很簡單呢?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右下角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見